现在示范如何调制山葵酱糕 那我们可以用市售的山葵酱 有的是卖山葵粉 挤一些 然后倒一点酱油糕下去 再倒一点酱油 那用筷子给它搅拌搅拌 如果喜欢辣一点的 呛一点的可以再加 可以边加边调 试试看自己接受的辣度 那如果有小朋友的话 就不要调太辣 那为什么要酱油糕跟酱油一起混合 是因为酱油糕比较有黏着性 然后酱油的话是比较没有黏着性 那两个可以加它的优点 那最后再加一点 香油 这样就完成了